李老师,上期拍了您居瓶子那个视频,播放量也挺大,有三十多万。 谢谢,谢谢,谢谢老师。 然后也有好多网友讽刺在问,说为什么不用502直接粘呢? 居定又费劲又还得打孔,也不一定美观。 您帮大家解释一下,回答一下有问题吗? 是这样,瓷器修复基本上有两种形式。 一种就是叫有痕修复,一种叫无痕修复。 有痕修复就是考古修复,博物馆修复,还有橘子修复,包括现在大家做的这种金扇。 无痕修复就是做完了之后让别人看不出来。 无痕修复我也会,但是基本上我不做。 为什么呢?我只给特别好的哥们家里边用的东西, 说想达到这种效果,赏气的,我来做一下这东西。 因为我不想让这些瓷器修复完了之后,在流向市场, 对一些不懂古玩的人造成了一个假象。 去怎么着,我说了这话之后,可能有人会质疑我, 人家做的就对或者不对,我不认为对与不对, 而菊瓷修复就是有痕的, 在这个破损的瓷器的基础上, 再把它做上我们人的这种感觉。 再有一个就是菌子坦荡荡,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赋予它第二次生命的时候, 让它变得更美,就够了。 至于502或者是其他胶水沾的,也无可厚非。 其实你不一定非得用502, 就是你只要拿着那个蒜汁和上那个蛋白, 就是蛋清的蛋白,就可以把你的瓷器沾上, 但是它没有装饰性。 我们用装饰性是让瓷器变得更美, 所以说菊瓷的四小素其中一点, 就是使用性、艺术性、装饰性、把玩性。 对,因为很多人喜欢这种上了巨钉这种普着的美。 对,我看您后面有把上了巨钉的,我们看一下。 这个是咱们做的器, 这个器就是说这叫三香壶, 然后把这个玉器、玛瑙和金属结合, 然后它有扭裂,我们又把用菊瓷的工艺 整体的复育到了这个壶上面来, 就是把传统工艺结合到一起来做。 所以说我们现代人不是在做一个或者是一项的东西, 我们是把整体的文化的东西融合到一起, 和技术融合到一起。 因为菊瓷走过了一千年的历史, 没有一个总结的东西, 我们现在呢, 这菊瓷的韵律是要有的, 丁与丁之间器物的比例, 丁的比例,最后形成的一个美的感觉。 李硕老师是中国菊瓷方面的非裔传承人, 听他这么一讲, 我们学习到一些关于菊瓷的知识, 这确实非常美, 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传承, 内敛普拙。 好,这个期就到这儿, 谢谢大家, 再见, 喜欢的家关注哦。